看不起原住民是嗎 委員這樣的指控我們無法銷售 那不是看不起原住民 那就是欺負原住民是嗎 我一再提出預算法91條的程序 委員也應該非常清楚 這個提案有沒有跟行政院徵詢 有沒有跟行政院徵詢過 有沒有指名彌補資金之來源 請問你 這是不是一個通過的法律案 總統府有沒有公告 有沒有 總統府有公告 然後你不執行 委員不能放著法律的規定不講 只講說執不執行的問題 這個法律沒有依照合法的程序制定之後 我們當然要提出我們的救濟方式 有沒有合法程序 你可以做程序的救濟 請問你有沒有提複議 我說過了 我為什麼不提複議 所以你沒有提複議嘛 合法的程序你不走嘛 那你現在在這裡 就不要再講其他的嘛 民進黨全黨出來背書 我們正在解決 原來選舉是一件事情 執政又是一件事情 我們正在解決 可以前後不一樣 我們已經 讓人民了解 得準的健保總額超過712億 請問一下 難道不是在解決嗎 這三項法律案跟權益案 會增加行政院什麼樣的財政負擔 有什麼樣自愛來請 請告訴本席 工糧收購剛剛說過了 每一年會增加約91億元以上的負擔 另外在健保的給付上面 我們今年 在明年的預算 我們已經 包括總額的給付 編列了712億的指數 700億 好 那麼工糧的 在金法補償這一項下 金法補償多少錢 它不是金額大小之問題 金法補償多少錢 它不是金額多少之問題 它是原則性 守不守法的問題 任何的不守法一毛錢都不應該 在金法製